中将军衔 都出生在海南文昌 三人是唐兄弟 都在民国担任高官和高级将领 人称海南三政或文昌三杰 郑廷级的唐哥郑廷峰 曾担任九十四军军长 后又担任第四兵团副司令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 郑廷级路过南京 在各个郑廷峰家里喝酒聊天 共谈时局 他们都是高级军官 但是对于当时的局势 都很悲观 犯后两人各笨东西 郑廷级前往东北 两个月后 在辽省战役中 郑廷级兵败被俘虏 被痛欲绝的郑廷级被关押在哈尔滨 当时所有被关押的俘虏 特别是像郑廷级这样的高级军官 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写信 信写给谁 写什么内容 写给曾经的战友 弟兄 家人等 内容辨识 劝他们弃暗投明 放弃抵抗 这是解放军的攻心战术 从心理上瓦解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 如果信写得好 还会被当作广播稿 通过电台广播出去 让全国人民都能够收听到 这个方法真是高明 不但宣传了解放军宽大处理俘虏的政策 同时也极大的动摇了国军的心理防线 进一步瓦解国军的抵抗力 很快 当时管理战俘的郑廷级 要求他写信给他堂哥郑廷峰 郑廷级问郑廷 系上要写什么内容 郑廷回答说 你就写一写你被俘虏的经过 写一下我们对待战俘政策 最后劝他放弃抵抗 当时郑廷峰担任第九十四军军长 驻扎在北平 接到任务后 郑廷级思前想后 终于想清楚 他日后回忆说 实时务者为俊杰 不能总做命运的奴隶 我们兄弟难道 只能在高墙之内再见面吗 于是他提起笔 啪着气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他给哥哥报了平安 然后回忆两人入黄埔 走进军队的历程 以及被俘虏的详细经过 接着又详细叙述了他被俘后的所见所闻 由此提醒哥哥不要再重蹈他的覆辙 他写道 地今既已亲历一切 不能不念手足之情 向吴歌历成兴徒 以及吴歌吾倒地等在辽西之覆辙 信中 郑廷级还详细分析了当下的形势 他写道 国民党统治的形势 如以东北为首 华北为胸 华中为父 华南为脚 则金手已斩断 胸部为存平津几座孤岛 腹部之底南 郑州 开封 徐州军已先后解放 仅存汉口 邦部等少数据点 试问只有民心理气 民辩封起之华南 究竟尚能持久几时 由此他在信中明确告知郑廷峰说 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任何挣扎 均属徒劳 这封信写于11月16日 由于这封信写得非常好 藏天晚上八点钟便被狂播播出 第二天又被全文刊发在东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 此信公开发表后 引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都争相购买东北日报 讲一读是位高级将领的被俘经历 当时 战福云的领导看了这封信非常满意 他请记者给郑廷吉拍了照片 又单独请他上馆子吃饭 还请他看电影 此后又专门到新华书店 买了一份礼物送给郑廷吉 看到这份礼物 郑廷吉有些惊讶 竟然是一本毛 选以当时的宣传力度 郑挺峰应该是看到过这封信的 只是不知道他是做何感想 但他并没有弃案投名 1949年7月 郑挺峰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第二支一兵团副司令 1950年 在海南岛解放前夕 从秀英港城轮船逃往台湾 1961年在台湾因病去世 死后被追赠贝禄军二级上将 而郑廷吉则一直活到了1996年才去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